啥也没有 这个是要拿来写的 写下对彼此好奇的问题 有吧 好 三个 好 我先抽第一张 这个问题来了 请听好 这个问题要问 路易跟爆雷 路易哥跟那么多 你远远演续爆雷姐 会有危机感吗 不会 那她的哪一些行为 怎么会如此让你有安全感呢 她演戏又不投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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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受不了 这我受不了 这伤害 这个伤害太大了 这个是什么鬼啊 她演戏又不投入 这我一定要反驳一下 这个 不行 不行 你可以骂我 你可以骂我 但你不能侮辱我 你要不要反驳 让我冷静地想一想 在家庭和事业之间选择 我选择家庭 你这个回答 说你演戏真的不投入 我能看出来你对女孩怎么这个样子 真的一点都不投入 我说还不是因为你吗 我其实也特别好奇 就是你们 如果是你在拍一个要亲密的戏 然后刚好你老婆来的时候 实际上是会尴尬吗 还是职业员就觉得没什么尴尬的 还是说会尴尬 会尴尬 肯定会尴尬 就是也不是尴尬 就是 两头都要照顾 不是 我要来的话 这两头都要照顾 不是 不是 因为她来现场 你搬个椅子坐那边 你又不能说晾在那儿 还介绍呢 这是我戏里的老婆 这是我老婆 就属于这种 然后又不想冷落她 一个人坐在那儿那种 就我挺累其实 她之前拍那些亲热的戏 我还专门调出来 多看两遍 好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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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伦 可以吗 其实还好 虽然一开始 就是我们公布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 就是有剧本吗 是什么的 我的心态是这样子 一开始 会被影响到 因为我觉得 只好很多的声音 但是我都没有去看 所以就是还好 不要太去看 因为我演的是偶像剧 很多粉丝其实是看着我的偶像剧 启蒙的 就会有一个感觉说 你一定要跟阮晴天在一起 你一定要跟 就像我在戏里面的那个感觉一样 但是我就跟她说 我说 不要太去在乎 网路上的留言 所以我觉得她真的也是 在学习着很强大 对 艾伦 你认为对方的话永远是对的吗 你 没有 那个问题是 我是不是觉得你永远是对的 我觉得因为世上没有绝对的对跟错了 所以我自己觉得你是对的 对 这个话术还是不错的 你要向艾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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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啥都是对的 你看因为对跟错 就是 你说你是要看从什么角度去看 你的这个角度看你是对的 可是我们客观来看 其实有很多的观点 先认可对方 然后再说 对 我也是这个意思 她会用一种让我比较 可以接受跟舒服的方式说 好 其实我可以接受你这个说法 可是我也要坚持我的想法 可是你说的是对的 她确实有做出这一点 郑菊 郑菊 你学习一下 那咋用啊 学习 你看你这个人 没有 我在 你向艾伦学习一下 对 我就是还是艾伦学习高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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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伦确实就是内心就是这么想的 我只是出于比较惹事情 比较惹事情 这个说了实话 她虽然年纪小 但是她深得精髓 以前我们俩就是比较 就是两个杠筋在那边 互相要说服对方 后来我们找到方法了 就是说 她问我 她说什么 我能不生气 我说你就说老公你说得对 舒服 没完呢 我问她 我说 我说什么 你能立刻消气 她说你说老婆我爱你 听到没有 不是 郑君你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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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说老婆 你说你少给我来这套 但是你没有说过 但是你没有说过 你们可以试用一下 老婆 老婆 我当然说过 你没有说过 你没有说过呀 郑君哥好不容易 对 好 下一个问题 你为啥这么慌张 为啥这么慌张 为啥这么慌张 好